我们在Windows11里边安装系统更新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错误 就像这样 我们右键单击开始菜单 点击设置 点击左下角的Windows更新 这里边它会检查更新 如果你检查到一个更新 点击下载并安装 但在下载并安装的过程当中出错了 没有下载成功或者没有安装成功 那怎么办 这个视频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重置一下这个更新 就让这个更新再重新安装一下 那怎么操作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关了 可以在桌面上右键单击桌面 点新键点文本文档 创建一个文本文档 然后右键单击 在机器本中打开它 编辑 然后拷贝一些命令进来 就是拷贝这些命令 那这个命令都是干什么的 前面这四个命令是用于停止Windows更新服务的 因为Windows更新有一些后台的服务需要停止 这两个命令是把Windows更新的临时文件的目录给重新命名一下 这样既删除了这些临时文件的目录又备份了一下 这样它就会重新下载这些更新了 之后我们就启动这些Windows的更新服务 这样它就会重新再去下载更新 最后pause就是暂停 这样就不会把这个打开的DOS窗口给关闭了 这个atrem说明后边这个是注释 那我们点击文件 点击令存为 下面选择所有文件 这写上比如说resite重置Windows update 这扩展面一定是BAT的 这样它就成为一个批处理文件 保存之后 你看桌边上就多了一个批处理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右键单击点这个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或者run as administrator 它就会运行这个批处理文件 打开一个DOS窗口 这个里边就执行刚才里边的命令 停止服务 服务停止成功了 把这些目录给它删除掉 临时文件目录删除掉 最后再启动服务 启动服务之后 这写着请按任意键继续 也就是pause的能量 就不会把窗口关闭掉 我们按任意键就关闭掉了 如果你想获取这些命令 你可以到这个网址到这儿 来拷备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 你再到这个设置 Windows更新 这个里边来 你会发现那个更新已经被重置了 当然我这个本来就没出现问题 你就可以再点击下载并安装 来进行这个更新的安装 来进行这个更新的安装